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脑里所想 无不都是期许得到万字的眷顾 但是看看今天的她不再沉迷在这样的嗜好中 反而学习把握时间为人群付出 年轻的时候 秋连除了爱读万字 也时常上夜店 喝酒抽烟 而且还非常迷信 喜欢求神问字 在一次巧合的因缘下 秋连借出了慈忌 在善法不断的熏陶下 意义洗涤了不好的习惯 这样的改变 让一起同族的妹妹也觉得不可思议 怎样讲 我也是很感动 实际给她改变这样多的行为 以前我们都有亲过她 这样她不要喝酒吸烟这样 如那个千日万日这样 可是她都不听 不大能接受我们讲的话 应该是我们是妹妹的关系 可是她参加慈忌疗 她改变很多 如今 秋连不但积极参与慈忌活动 提升生命的价值 而且还开始发愿吃长素 与之前总是向外求的心灵相比 现在的她 清安自在多了 我没有迷信 没有去问谁 没有什么派这么多 少那个元宝的 觉得很好啊 没有什么害怕 很平静 有人家又想 我又更年轻去了 因为可能我吃素了 一念虔诚感恩心 月月皆是吉祥月 秋连正式以她的人生转变 来传达政治正念的可贵 转迷为物 为生命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